我先走了啊 这段时间 可能就要麻烦你们了 你要再遇到这些 解决不了的 没见过的伤害 你找张森一起帮你啊 行 小白 这段时间 就得辛苦你一下 你把大家每天的工作内容 还有遇到的问题 发到我邮箱 然后有什么 解决不了的事 你随时联系我就行了 好 保证完成任务 辛苦你们了 放心吧段总 这几天你就专心陪你的女朋友 我们保证不会联系你 是吧 是的 最好是啊 走了 拜拜 拜拜 段哥段哥 又报警了 走 走 哥哥 干吗 在打游戏啊 对啊 又输了 你这么聪明 不可能会输的 输啊 输 好累吧 好累吧 打游戏就是这样的 很辛苦的 尖酸吧 手也很酸啊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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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干吗 我看你都收拾好了 是要出门吗 关你什么事啊 去吃晚餐啊 吃什么呀 好不好吃啊 跟谁去啊 好 端下雪要去啊 端下雪要去 所以是不是因为端下雪要去 所以你 想跟着一块儿啊 还是我比较善解人意 对不对 妈 你 你 干吗呀 我叫妈不要做你那份啊 那 那我就去收拾一下 行 两 两分钟 三分钟 最多三分钟啊 你那么磨叽 来 五分钟 五分钟 我在楼下等你 阳光彩虹小白 妈 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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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 怎么能收敛一点啊 小子跟个傻子一样 哥哥 你好好开车吧 不要管我好吗 也想不明白端下雪 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东西 你几个大老爷们吃饭 非要带上你 你也不带我去吃饭 他也不带我去吃饭 我就吃个饭怎么了 不是啊 给你一帮不熟的人吃 你不尴尬吗 不尴尬啊 人家不都说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吗 对 对 对 尴尬的是我 那就好 大四那年 我记得嘉欣欣在那里讲 说我要帮你搬宿舍 不搬我会很难受的 非要去 现在我是看明白了 那你再装 不记得了 还有原来有一次 爸妈不在家 你非要跟我们来吃火锅 那次断牙许和我还帮你去买卫生巾 那一次不是我非要去的 是 那一次 那一次就是你要去的 不是 是你非要带我去吃火锅 没有 那次就是你要去的 不是我要去的 就是你要去的 就是你要去的 你跟我在这儿聊 合适吗 你好好开车别说话好不好 小的时候喊断牙许哥哥真的是 比我还亲正是不爱我 我那是礼貌 我那个是尊称明白吗 那我的礼貌 我的尊称呢 爱你啊